我這樣聽起來 有一些有一個理想就是說 他們的關係有問題 可是當有這樣子的理想 他們就一定要用他們自己的立場去解釋 你所看到的事情 所以這個東西我覺得使用的是沒有辦法 因為他永遠都會針對其他的問題來做辯駁 那我覺得問題點可能應該是說 有沒有辦法從這些問題當中 你定義一個新的管理的政策 譬如說像我們跟網路購物的東西 它都有全部的輸貨流程的錄影檔 我的意思是說像類似這樣的概念 是不是能夠存在它這個系統當中 我就說你這件整件事情要報導下來 並沒有改變任何的事情 你懂嗎 就是 但是我認為有可能 但是前提是他必須要承認自己的問題 可是其實是沒有問題 因為今天就是說 你很多人認為這些都不是問題 所以應該是說 那好 那我們解決這個爭端 我們加進一個東西來 來消除進一步的指令 那譬如說外面檢查的必要 沒有檢查哪 因為這個東西也不用特別提 譬如說我今天 我今天那個 這個可以開放地方的人 我隨時可以自己去看 裡面的狀況 後來我們去 因為我打到圓能會很痛 所以說後來圓能會呢 他做了幾個事情 他們所做的事情都叫做本事太平 他們在一個地方辦一個東西 叫做平行監測 大家知道什麼叫平行監測 就是說我現在呢 他們說每半年會做一次啦 那其實這樣子是一次最終 就是說他會帶一些 偵測放課性的那個儀器到來裡面去 然後呢 觀影相親來 我們到每個地方去採樣 教大家怎麼採樣 商務外教學一樣 教大家怎麼採樣 教大家怎麼樣測試那個 空氣中的游泳補塞 教大家去做這些東西 那然後走走走走走走到 儀分場那次 那然後呢 他也招待外面來的人 外面來的人 就是他找了 三個環保團體 然後 然後那個那個那個 那個一些代表 然後就進去合佩場 對合佩場裡面參觀 然後跟著我們一起進去的 鄉民 就是男女的 法務族的鄉親 全部都不准意 全部不准意 就是就是我們就抹 可以進去 然後那些代表就放到 可以進去 就進去 就進去搖一圈 而且 他在做平行監測的時候 是整個檢診工作 通通都已經結束了 就是他們已經沒有在工作了 然後所有的桶 通通都已經放回到 儲通溝 而且我不是要求他開萬驗室嗎 就他也不肯吧 就是儲通溝 他也不肯打開給你看 然後所有的東西 都已經完結了 然後你就去看那個東西 我就說 我只是來評調一下 因為我寫了這麼多報道 我都還沒有實際上看過 這東西長怎麼樣 譬如說我沒有那個手套 鐵玻璃 我實際上看到 但是他都已經不是在工作的程度 那 所以說他的 他的前提 當然你會提出很多很多的 那個 那個要求或者辦法出來 譬如說我有沒有可能有一個監督的系統 直接進到這裡面去看你的工作條件 這個就是一個東西 那 那可能問題是說 我不知道 一直到目前我根本從來沒有過 這樣的事情 包括核業廠 包括核業廠 這些東西 其實居民都會提這樣的要求 但是其實碰到不行 對啊 那 那起碼有一個這樣子的監督的系統 不過起碼就我們對現在的工業的良解來說的話 他根本不可能碰到 他只要一透明他就跑不下去 就這裡面就是 就是需要有這麼多 因為 因為他很多東西都沒有解決 就是沒有根本上的解決 所以為什麼他要用大量的民視人員 用大量的民視工具做這些事情 就是這樣 這個產業是不可能透明的 一透明他就完蛋了 我們自己的看法是這樣的 然後第二件事情呢 我再跟大家討論一下 請問他為什麼不用 當地人為什麼不能進去 那對當地有很大的問題啊 當地人才 care啊 我們住這麼遠 他怎麼樣 我們根本搞不到我們啊 他們才 他們會想到 各種各樣的委員會啊 然後給你看paper 我說你們進去線刊的時候 為什麼他用什麼理由 不讓當地人 地方太小 官方永遠都會有理由吧 地方太小不夠啊 這地方不夠大家進來啊 那就一兩個代表跟著繼續也不行啊 他也是不接受 他們已經有相信代表在裡面了 已經有藍宇的相信代表在裡面了 難道你不相信你們的代表嗎 通常是不太能相信 但是問題是說 代表就站在旁邊 你會這樣跟他講嗎 對啊 所以其實你要聽官方的理由 其實多了很大 那 但是問題是說 我根本懷疑 在核電工業裡面 有沒有可能有一個 有一個完全開放的機制 這個是一個問題 這個是一個問題 嗯 我接下來再跟大家談 談另外一部 這個是最近發生 還沒有結束的事情 那這件事情呢 也就是 院裡的產工機的事情 那 我也想要 藉著這件事情 發生了